台北艺术大学主办的关渡艺术节 今年要播映波兰电影大师 在大学期间拍摄的学生作品 包括罗曼波兰斯基 还有骑士老司机等等大师 策展人说 让国内的学生看大师们 年轻时候的电影作品 对创作会很有帮助 两个男人从大海中捞起衣柜 想要把他搬回家 沿路肚子饿了走进餐厅 还在路上遇见美女 这是以战地情人获得 坎城影展金钟旅奖的导演 波兰斯基 学生时代的作品 两个男人与衣柜 由北一大主办的关渡电影节 与波兰洛兹学院交流 带来五位波兰电影大师 七部学生时代出入锋芒的作品 我们跟一般的电影节不太一样 我们是一个学生营展 我们希望借助这个营展 让我们的学生 可以更了解波兰的学生 在做什么 当然这是一个西方跟东方的 语法的差异性 主题上面也是会有一些落差 那这个是有趣的 一九八九年拍摄电影 十届更多次获得国际营展 肯定波兰电影大师 骑士老司机五分钟的短片 办公事中 工作态度恶劣的公务员 打牌长龙的民众 真实呈现当地怠慢的官僚制度 在学生里面 请我承认我的证据 对 因为 因为我承认了16岁 所以我承认了 波兰是一个非常强烈的 有趣的历史 特别是近代史 那这些近代史 会不会影响到 这些人对人的看法 对政治的看法等等 其实都会在 不同地区的电影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除了大师们的经典处女作 波兰当代新潮系列中 还有由女性导演 卡达扎瓦斯基拍摄的 明天会更好 电影描述两兄弟 和他们的好友 无家可归 他们坐在火车上 准备偷偷越界到波兰 开始向往美好的未来 除了推荐波兰电影 影展也网罗国内的学生作品 像是台一大的薯片 描述新一名小孩 如何面对自己的 身份认同 另外还有极具实验精神的 如果吃鱼是因为 我们肚子饿 以非叙事的手法 走进渔户市场 感受视觉震撼 观渡电影节10月初登场 郑大 世新 府大 台一大等校 都将参与着学生影展的 难得省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